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一日不收声 其实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不禁止人 但有时我不禁止人 电脑仔其实都没有上班 亦都没有禁止人 为什么呢 我捍卫自己的言顿自由 我也是捍卫人 但说一些不停在诬蔑人 或者抹黑人 我也不介意 因为做了这么多人 做了网台这么多年 但有时不是我禁止你 是YouTube禁止你 你开一万个账户 你不停说这些留言 也有可能会被禁止 对我来说 走过立秋 每天都有人在说什么 其实对我来说 就数国安 什么都有 但那些人喜欢说什么 其实真的不用管 只是跟网友说 为什么呢 有吉时的就上来了 是不是 上来见到面 我很记得一个画面 就是当日有MIHK 有时因为先人的问题 那时先人在巴达台做 变成了恶如不高兴 他发动了两百个他的所谓的支持者上来会展 就说搞我 结果到最后只有一个 一个人见到我的时候 他走过来 哎呀 大肥 我喜欢听你做节目的电影上好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虽然我现在不支持王毓民 谈相忠不喜欢 就是王毓民说的 不要做见盘游魂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问题的 在我心目中 说回节目吧 因为我自己不PAN 好像之前有个人 和我差不多同龄同姓 他是弱势社群 我都发难赞说过一两句 但到最后他都依然 到今时今日 他一样上来生王国 我就是这样的 打个门口吃四方饭 什么人都有 没有什么好惊讶 那当然了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现在国际局势 其实 两大阵营已经出现了 美国和欧盟 或者北弱 他们已经联成了一线 他们真正的敌人 不是俄罗斯 是中共 最近不发生很多事 很多的冲突 很多的战争 现在大家倒的就是 美国佬 够不够胆 多开一条战线 就是中东战线 因为你看到拜登 拜登好像对伊朗那样 手下留情 因为你要明白 是不是有本事 真的要打三场仗 或者四场仗 针对俄罗斯 乌克兰 美国现在拨钱也这么困难 究竟拜登有没有勇气 开辟多中东战争 中东战争 其实斯托尔滕贝格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见到美国的时候 他说得明白 他说的一个点就是 今天如果你不支持乌克兰 的话 俄罗斯如果能够打胜仗 这样 中俄就会联手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个集团 就是伊朗 即是说 伊朗后面的就是 中国和俄罗斯 接下来的就是 北朝鲜 和委内瑞拉 最新的就是阿富汗 你看到阿富汗 塔利班 直接帝国输给习近平 是第一个国家 承认的就是阿富汗 塔利班的政权 所以他去到美国提醒拜登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们不给钱 给乌克兰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你将会面对的 不单是俄乌战争 更容易壮大了的就是中国的胆 因为看到你们 没有办法真正针对 尤其现在美国的力量 全部摆在俄乌战争 印太地区虽然你看到 亦暴亦吹 但是始终都未开战 美国佬 是不是真的可以 顶得世界上三大战役 即是世界大战 所以 你问斯托尔滇格 他就说了一个最重要的论点 就是说 麻烦乌克兰真的要顶住 如果乌克兰输的话 中共 就会看通了 国际的形势 有俄罗斯互相照应的话 那你南海和台海 出现更加大的危机 至于拜登 或者美国来说 他们也都知道 他们的钱 他们的军力 现在最重要投放的 并不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它只不过是找代理人 真正要较量的就是印太地区 这点你就看到 其实 美国和欧洲 已经联成一线 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联盟 借于另外一边的联盟 就是朝鲜 伊朗 中国 俄罗斯 这一点 就是世界已经 回复了两大阵营的对决 所以你看到拜登 他不愿意在中东开拖 因为如果中东开拖 不能够产生震慑的作用 这样南海再开战的时候 美国佬能不能支持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背景 每天都看到王毅 沙利文 甚至你也都看到 好像在做的所谓的 所谓的 恩爱酥 就是夫妻酥 你龙我龙 你看到我们外交部 你看到习主席 他们说的东西 中美关系 多么重要 美国佬实际上已经既定了一个政策 他是一定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要将中国打低 不能够被中国强大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北约 或者是欧盟所想的 所以这个重心 你不要以为在中东上高 在其他 你看到最新的又再次制裁 中国十几个企业 甚至 中国学生 经华盛顿种入中国 只要你在军工研究那方面 全部斩断十字 遣返留学生 你就完全看得到 其实是没有停下来 只不过表面上 只是斗而不破 就是这个世界的格局 但是三条战线 那当然如果打仗来说 永远的 都会是独裁国家占线 因为当你是独裁国家的话 你反复了 因为你不用理民意 你决定打 只要你负担得利就可以了 但是 你也看到国际是这样 民主国家 你只看拜登 我要支援乌克兰 想拖挂俄罗斯 但是共和党 你这样的大使法 我就不同意 你搞不定非法移民 他就不赞成 所以一千零八十亿 撥不到 这笔钱当然不只是撥给乌克兰 也有台湾这一部分 更多的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这一百亿 说了三个多月 到现在浅不到 弹弱到不到 我不知道 那当然了 如果你给以色列来计 即使你不换助他 我相信打哈马斯 或者打伊朗 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 在这里是进退失去的 虽然你看到它是两党共识 无论拜登和习近平有千丝万缩的关系 共和党是不会放过的 但是首先你一定要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因为大家就看这场战争的角力 所以你看到在俄罗斯上 看到的就是伊朗无人机 接着你就看到朝鲜的弹药 死猪不怕滚水烫 反正你都制裁我 你都制裁俄罗斯的 我跟他做弹药 我得到更加多的技术 更加多的能源和良食 何乐而不为 当然对于中共来说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暗地里 资助俄罗斯、伊朗或者北朝鲜 虽然他的话语权不强 但是实际他的经济体太强 始终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个广东就已经等于俄罗斯 如果你说长三角的话 包括浙江、苏州这些 再加上上海、蒙石 他的经济体 是比我们现在的大湾区 还要强大多一倍 所以来到这里 美国佬究竟会如何 中东打还是不打 不打的你被人看通了 其实就是你怕 你打的你又怕通货膨胀 刺激成为了一个极大的中东战争 但在我心目中是不会 伊朗不够僵 如果他要打你的话 不是今时今日 只不过 你拜登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他是隔岸观苦斗 他在看你怎样玩下去 他要赢到最后的话 他要全世界都给习近平指名方向的话 是一定会做到底 在这里当然牵涉的就是台湾问题 台海问题 这几天有一个哈德逊 就是说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作员 这个是特别出名的 叫做余茂春 余茂春在台湾 所有人现在的集中力 不是看今天 是看11月6日 台湾是全世界的选战第一枪 特朗普和拜登之战 就去到最后 之前很多人访问过特朗普 特朗普说 我不会告诉你 我怎样应对中共 不会这么快给他看 然后他转头就说 现在台积电 只是台湾赚我们美国人这么多钱 他的晶片行业 是应该在美国制造的 如果不是的话 就加关税 不能够给台湾赚更多的钱 这几句说话 给中共 给台湾的红梅 他们就觉得 如果特朗普赢 他就会放弃台湾 他不会支持台湾 这个也是见到现在中共耍的手段 民主党耍的手段 甚至国民党和民众党 所谓的叫做 开战的时候 美军不会来 特朗普是不是这样 余茂春今次 在台湾访问的时候 他接近共和党的消息 他给出的答案 特朗普只会比拜登更狠 不会停 只不过他谈判的艺术 就是我一早告诉你 我打你不打你 打你不打你 说得清清楚楚 没有转弯鱼地 至于正关税的 将工作崗位带回去美国的话 这个从来都是特朗普要做的 其实今时今日台积电 在美国 或者好像你见到 就是三星 在美国开厂开晶片厂 其实开头都是因为特朗普 特朗普打响的就是对俄罗斯 对中共的第一枪 既定了一个政策 已经是完全看得出 所以你看不到他回头的时候 特朗普会留守 他只会更加强劲 所以他也说了 如果跟中国再交手的话 这些所谓的防范贸易计则 要加中国的廉价产品 60%关税 这样是没得做的 那这里是不是呢 其实余茂春也给了一个意见 他说 不要担心 就是现在 这些外交邦交国 他离开台湾 要更加重视的就是走出世界 其实台湾这几年做得特别好 就是说给全世界认识台湾 他说只要有一个国家 好像立陶宛或者捷克 这些国家 只需要一个国家点燃这把火 但肯显然就是这个不是美国佬 因为你多问一万次 美国佬都说了 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象 其实这个也是美国的国策 也是特朗普的国策 他说明其实之前都说过 你们的一中政策就是 你千万不要打仗 不要用武力去改变现在的现状 你们怎么谈都可以 所以很多人在质疑特朗普 其实他说了给你听 他在做给你看 那当然这些人 很多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 实际上 台湾已经好像一个铁筒一样 由美国爆料 即是说美国的印太地区军方爆料 他已经和台湾一个战略伙伴 他们已经有千几架无人机 放在台湾周边 只要当台海局势一紧张的时候 这千几架的无人机就会出动 现在打仗其实就是打无人机 因为大家可以安坐家中 可以打游戏机 朝朝朝就是控制能力 你看到美国佬 在敘尼亚他们的军事基地被集 其实也是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 到今时今日的雷达技术 未必探测得到 第一它体型很小 第二 还有它可以飞到很慢 这个也是最主要的 今天也真正公开了 就是现在台湾有千几架无人机 只要真的动手的话 它就会出动 当然你问我它会否动手 余茂春她赞扬的是蔡英文 她做得好 令到台湾走出世界 不再局限在中国 台湾 即是一个客艾的思想里面 你走出去 而美国也从来没有说过 台湾是属于中国 这个也是他们一概的既定立场 所以台湾的局势表面上很紧张 甚至你看到中共的民航机改造 而更加贴近的台湾中线 但是你看到台湾人是相对淡定 而至于美国 我相信如果被共和党 特朗普再上台的话 他们是会打这场仗 尤其是中东战争 或者俄乌战争 因为你都见到 现在美国人的取态 第一 你援助沃克兰 只要你搞定边境问题 美国佬是应该给最精良的武器具 甚至F-18战斗机 不是16战斗机 更重要的就是 又是情愿压住下去 要求的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很想得到美国的武器 其实得到美国的武器 不是那架飞机 因为你的配套 就是你的雷达 你的探测 你所有的东西 都会环绕着这个美国武器来做 当日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因为美国佬不肯买F-18给他 以及不肯买F-16V 16V其实是改装了 也是最新式的战斗机 所以他不让瑞典 这样加入欧盟或者北弱 这是现实 美国佬要你支持他 他玩平衡的话 他现在答应了 买F-16V给土耳其 土耳其要做的 就是伊斯兰教的领袖 但是未必得 但是起码武器的精良上 他愿意 之前说中国买 这个都是假的 但是要平衡你 结果丹麦 丹麦也都在同一时间 给美国售买一些F-35的战机 当然F-35和F-16V 不是同一个级数 其实美国佬最厉害就是玩平衡这些 平衡世界 你也都见到 现在美国佬他怎么样 可以看着台海 余茂春这次也都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国策 对俄罗斯不会放松 所以到最后尾 只要拜登妥协的话 钱就会赌 中东战争也是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共和党 已经施加压力给拜登 拜登三次不认主 说我会打 我会报复 我会报复 结果共和党 是站出来的 三个美军的军人性命 全部都是非咒语 就是说全部都是黑人 最年轻的人 最年轻的人 只有23岁 这件事也都在美国发酵 即是说美国的人命安全 至于台海局势也都从等一样 实际上美国已经大量的军事战略专家 甚至有些军事顾问已经在台海正在营运当中 他们每天都在评估 那你问 习近平 现在既然做了整个联盟的老大 即是所谓的俗心国的老大 那他怎么看现在北约和美国 你告诉我 2024年是动荡的一年 是必然会有很多事发生 好像昨天跟大家说 就是说习近平被人传 就是说他有病 结果昨天他老虎都打死了两个 出席了两个会议 习近平 虽然看上去瘦了 但是走路出来是稳健如飞 你问我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他有时候走路很奇怪 我怀疑他是痛风 既然出来痛风 打不到枝飘灵药 这段时间 休息了 吃少一点海鲜 很有可能他能够做 是这样的话 昨天你又见到他 精神百倍 精神逆逆 离开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会议 这里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亦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研究习近平思想的进度 习近平去和政治局委员要求他们 说给他听 怎样推进习近平思想的进度在哪里 这个世界我相信从来都没有 习近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 臉皮真是厉害 你自己推行习近平思想 跟着就叫全中国学习 跟着就你出来去考核 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我怎么想 是不是 昨天政治局 开会真是见到这一幕 即是 我现在给了很多东西 你读完之后 你怎样推广我的习近平思想 是不是 我的重点是什么 喂 大哥 这个世界哪有的 是不是 你自己 做教书 我当你教书 你都不会拿你那篇论文 出来告诉你 你现在要学习 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所得 你写一份读书局报告给我 还要是正面的 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 来到这里我们卖一些广告 可以吗 不行的就要删除它 尾数值买五送一 三十六 令到你的骨质增生 不是刀刺 骨刺 如果你的骨质疏松 它会令到你补癌 更重要的是 膝头哥 葡萄康安 三百六十元 买五送一 加扣价 买螺旋组 或者纸花木宿叶 五十元一瓶 下一张 有机子花木宿叶 膠囊 加这个螺旋组 两样东西 任你怎样配搭 都买两支送一瓶 苹果果胶 我们叫它作为 保健三件套 下一张 一千五元三件 老幻童 令你全身男性的活力 返回来 还可以顶住前列线的问题 加送一支除臭剂的噴露 还可以加扣价三百元 买黄色东格亚里胶囊 黑色东格亚里胶囊 和二百元的黄色东格亚里胶囊 可以随时上来 生活王国 下一张 如果三高人士太高的话 老幻童未必适合你 我们伸出的一个配方无敌 这个是男士 即使有三高问题 都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四百二十九元一瓶 下一张 这个是我们的防脱法的配装 的套装 洗头水一支 加一支精华素 三百加九元 希望大家支持 这个很好用 只要你用过 你就会回头 只要你有任何的发质问题 包括你有头皮 你油性的头发 甚至你脱发 它一锅过和你搞定 它还会令到你的头发生长出来 比较强硬一些 只要你出头发的时候 你用手按一按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头发 八脚是刺手的发根 下张 买T3 送印度草本 一瓶 如果加购价的话 八五元 T3精华素 等你 认回我 你现在看到习近平 他们开这些会 你会觉得很荒谬 在这里也看到蔡奇 蔡奇已经取代了李强 因为 开这些会议 所有的事情 处理的 都是由蔡奇负责 你看到好像不关李强事 更多的 就是习近平 今时今日 还在发他的梦想 就是说 那为什么什么人 要别人学习自己的思想 是要公然地说 还要由他面提 来说 你是一代伟人 你不用说 就像毛泽东 他不会叫你学习毛泽东思想 叫你学习的 那是谁 是刘少奇 就是说 或者你说林彪 就是这些人 做你下面那个 他不停吹嘘你 然后告诉你 你很厉害 接着叫那些人学习你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领袖出来 你跟我学习 我怎样怎样 怎样 就是 你看到蔡奇也好 或者丁舌祥也好 他们这些人物 连做这一个动作 他们都不称职 为什么不会有一个这样的人 你是可以的 我经常都说 自吹自擂 我好劲 没用 你一定要由第三人 去告诉世界的人 那大匪好劲 你的可信度才会高 别人对你的忠诚度才会提高 但是在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你看到会很好笑 你面对的 竟然就是习近平 告诉全世界 你学习习思想 我还要跟进你们的进度 你学习成点 这个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里也看到 习近平手下是没有人 如果他有的话 他不用玩到那么难 这个才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局势 更加看到 习近平是不是真的那么稳 虽然现在说他的健康 又精神回来 各方面都没问题 但是 是不是呢 是不是有反对势力呢 是不是有些 好像外面那样说 就是说换了习近平都没问题 我们不是内部的人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好像今早看到 陈茂波在北京 他一个很大的招牌打动下来 就是研究习近平思想中心 他在那里拍张照片 他说我好惊讶 喂 习近平时还生欧欧 你研究什么 你给他一支咪问他就可以了 习近平时 其实你说的那句话 是说什么 他就解释一次给你听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研究中心 将他说的东西要研究一次 你问他 他还在生 这个就是看到现在中国的荒谬 我们活在一个很荒诞的世界里面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追踪、share、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我天哪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